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据意大利媒体足球与金融报道 欧足联将从2024年开始 安排欧洲联冠军和欧协联冠军 踢一场欧洲联盟超级杯 目前欧洲超级杯由欧冠联冠军和欧洲联冠军参加 但欧联冠从上赛季开始增加了第三级别欧战欧协联 可视欧协联冠军无法参加欧洲超级杯 足球与金融表示 欧联冠注意到这个问题 并且准备增加一项超级杯赛事 由欧洲联冠军对阵欧协联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 天空电视台之前已经宣布和欧联冠达成协议 将获得2024年至2027年期间的欧战电视转播权 其中就包括了欧洲联盟超级杯 这项赛事非常新颖 甚至欧联冠官网上都还未有提及 但天空电视台已获得了未来三年的转播权 这都证明了这项新杯赛即将创立 足球与金融指出 欧联将从2024年对欧洲超级杯进行改革 而真切的欧洲联盟超级杯就是改革的一部分 此外欧洲超级杯都将改变赛制 可能从目前的单场定胜负改为四支球队参赛 踢两场准决赛同一场决赛 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改制后参赛球队的选择方案 多谢收听 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好帮不等人 马上下载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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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